歌王谢雷X歌后叶暗龄独家组合。首度苗栗合体开唱。 107年苗北乐意风采春季艺文系列金钻美声演唱会将于4月14日,6、19点30分甲苗北艺文中心经典开唱。 由知名艺人谢雷及叶暗龄两大歌王歌后的独家组合演出,透过歌王歌后的金桑美声的演唱下,将经典流行的串烧金曲传递至民众耳朵,并与现场观众一起同欢,号召打造另类的演唱会。 本次在苗栗举办的金钻美声演唱会邀请到知名歌后叶暗龄,歌王谢雷轮番共同演出,将为演唱会掀起一波高潮。 这也是两位第一次在苗栗合作举办演唱会,听闻消息的粉丝都非常雀跃开心,尤其是两位歌王歌后首度在苗栗合体开唱,对于苗栗的粉丝们都是一大福音。 而两位也开心表示之前我们都是分别来过演唱,不曾像这次是一起合作演出,我们也是非常开心期待,希望我们双方可以合作擦出不同的火花。 谢雷及叶暗龄首度在苗栗合体演出及展现超高诚意。 演唱会当天除了各自演出自己知名的歌曲来,两位更把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串成组曲,唱翻苗北英文中心,就是要让粉丝们听好听满,而这也是歌王歌后特别献给苗栗朋友,专属限定只有苗栗才听得到的完整版演出,独家呈现。 粉丝们绝不容错过。 而叶爱玲也表示,这次真的要让大家感到幸福充满着开心愉悦的听完演唱会外,我们另外有个疯狂的想法,我们希望把演唱会营造成以前大学舞会的感觉,想邀请当天入场的粉丝朋友们,身穿80-90年代经典流行服饰或配件一起红乐。 让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美好的年代。 说完,意外灵级谢雷都大笑,我们真的很希望跟大家同乐,不要这么拘泥在单纯的演唱会形势里,一起营造不一样的氛围。 在这次金专美声演唱会当中,除了演唱两位之云国台语歌曲来,谢雷大哥也抢先透露说,唱国台语不够看了啦,既然能跟叶爱玲同台演出当然就是要安排深情的男女对唱啊。 此话说完,现场大家都哈哈大笑。 谢雷特别提到说因为以前很多对唱歌曲都会出好几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再次造访苗栗,当然就要来点special的,一直唱国语大家也都拼命了,不如就换个口味唱唱日文版的。 而苗栗也是以客家族群为大宗的地区,我也将剑唱几首客家歌曲,跟大家同欢。 被问到始终如一的天类美声是如何保养的,两位不约儿童一口同声说,保持心情愉悦。 叶爱玲说,少烦恼多欢笑,再加上运动,我每天都会快走35分钟,让身心灵都保持在最愉悦的状态,才能展现最好的一面,最重要的当然是睡眠,我一定要睡足8小时。 谢雷大哥听到后马上隔,乃是婴儿窝。两位的好交情也让现场哈哈大笑。 谢雷也认同表示,心情愉快经常笑口常开才是最主要的关键。 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两位也进入备战状态,将呈现最完整最好的一面给大家,也邀请大家一起进场红乐去。